婚后多年冯绍峰终发现 赵丽颖在七年前已将最好的自己给了陈晓 八五花的婚姻真的是一门玄雪 有人苦苦支撑 有人早日脱离苦海 赵丽颖在跟冯绍峰结婚之前 两人合作多部电视剧 很多人对于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相识 几乎都认为是西游记之女儿国 是他们的定情之作 此后的知否更是让他们感情升温 火速进入婚姻状态 并且前脚劈刹 后脚官宣结婚生子 并且婚礼也没有举办 就以离婚收场 最终令人唏嘘不已 冯绍峰在《我的奇遇人生》中 阿雅问冯绍峰 你结婚了 为什么手上没有戴戒指呢 冯绍峰一脸委屈 我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戒指 我老婆没有给过我 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们的结局 赵丽颖大家都知道 出生河北农村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早早进入社会赚钱养家 在情窦初开的年纪 咱们的赵姐也不是没有心动过 虽然没有公开承认 但是跟陈晓的一段感情 却是影响我们赵姐最深的 那时候大家都是小透明 在娱乐圈也没有啥地位 都是摸爬滚打的打工人 她和她因为一部戏而结缘 而后又一起出演了一部剧的男女主角 两人相识于威识 当时陆镇传奇大火 两人之间的种种暧昧被扒出来 陈晓多次向观众表达 她对赵丽颖的欣赏与爱慕 经常一起甜蜜自拍 多次在节目中帮她解围 私下有很多的情侣同款 一起合作时 总是那么的有默契欢乐 她被全网黑 她在微博为她发声 希望大家可以尊重她 她是一个很努力的女演员 在采访中 总是能准确无误地 说中她的口味和喜好 陈晓画了两幅画 她表示她很喜欢 陈晓不顾狗仔偷拍去探班赵丽颖 两人亲密牵手聊天 卓尾也拍到了两人的照片 众所周知 卓尾的料大都保真 但是这一切到15年前的时候 戛然而止 陈晓以一句都是炒作 结束了这一切 陈晓被拍到和陈妍夕在一块的画面 两人也是因戏生情 通过一部神雕侠侣 杨过与小龙女结婚 然而在陈晓结婚前一夜 孙耀琪在直播中不小心说出了 她跟赵丽颖曾经在一起过 还说赵丽颖因为她转发了 陈晓陈妍夕公布恋情时的微博 而取关她 现如今赵丽颖已经离婚 陈晓的婚姻也总是被大家唱衰 曾经的一对金童玉女 都各自有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不知道当事人如何看待 还是有一堆人刻这俩人的CP的 不管怎样 还是期待两人都有好的作品出来 特别是赵丽颖希望有好的发展 多拍作品出来 大家都是剧粉 希望赵丽颖越来越好 自从跟陈晓分手之后 赵丽颖再也没有传出过绯闻 直接就是跟冯绍峰结婚 生子离婚 完成人生中的几件大事 现在可以安心搞事业了 赵丽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从小的出生环境造就了她坚韧的性格 做事好强 年轻的时候与陈晓的恋情 可以说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在事业的萌芽期 与恋人的那一段相濡以沫的感情 岌岌无名的两人 没有任何目的 任何资源利益的时候 谈了一场甜甜的恋爱 没有任何的功利性 所以说赵丽颖早在七年前 已将最好的自己给了她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赵丽颖和宋的合约即将到期 网传她有更广阔的自由 或许不再续约 赵丽颖跟何宋已经不再续约了 这个消息是在微博发出的 其实这个事件以前就有说过 那时候是因为王一博和公司 也是因为合约到期的事情 说她就是公司的摇钱术 所以公司不会放走她 不过走与不走都是人家自己说了算的 公司自有拿出更加优渥的条件 然后好好地和人家商量 所以因为这个事情 又说到了赵丽颖跟何宋的合作上 感觉是有相同性质的 在外人看来 公司给她的资源很一般 合作后也没有给予她很多的帮助 反而还在之前距离需要带公司的新人 这个事情还是外界眼中的看法 而至于是不是艺人本人的想法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而赵丽颖现在在娱乐圈内的地位和知名度 是已经实现了自主选择权了 那么到期还一直合作 或者之前没有解约的事情 说的直白点 就是肯定还有其他的利益可以谈谈 而且当时她进入合宋 也不是以签约的方式进入的 而是以合伙人的身份进入的 所以她的自由是不需要任何外界 来替人家担心的 而且她也已经不是进入娱乐圈 一年两年的新人了 该知道的规则 她早就已经都懂了 她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小白了 说话办事很直接的那种 她已经知道在应酬局上该怎么谈 该不该自己谈 她都已经拎得清了 其实说到赵丽颖 相信很多人都是通过电视剧 花千古认识她的吧 那时候的她饰演的小古 虽然外表柔弱 但是内心却很坚强 让我们都很佩服小古 也正是因为花千古这个电视剧 赵丽颖一下子就大火了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 她其实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什么优质的家庭背景 所以她现在能有这样好的娱乐地位 和她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虽然在娱乐节目里 她显示出来的自己是捕刀王 或者是说话很直接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 只有实在的人 或者心里单纯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花千古以后的赵丽颖 在娱乐圈走得也是顺风顺水的 之后她接到的剧 一步比一步收视率好 而她在娱乐圈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 虽然说她的事业线很好 但是她的婚姻线却不怎么样 本来和冯绍峰已经结婚了 秀恩爱的时间也不长 后来就离婚了 有人说冯绍峰是个妈宝男 其实赵丽颖人家是一个好妻子 好儿媳 就是因为冯绍峰的妈妈不喜欢赵丽颖 后来他们两人之间肯定是闹矛盾 然后离婚的 这就是据传 至于两人为什么会离婚呢 我们也不得而知 其实一个女人 不管你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想要嫁给一个能保护自己一辈子的男人 其实也是不难也不简单的 首先需要你在选择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需要好好挑选 还需要对他有各种的考验 还要两人之间一定要经历一些事情 只有这样慢慢的磨合后 你才会真的发现这个人是否合适你 所以千万不要闪婚 否则就是你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接下来说 没有了美颜之后的赵丽颖 看着更嫌嫩了 真不像34岁的人 其实在娱乐圈的众多女明星之中 本身的长相和气质最有少女感的 并不是新生代的小花们 而应当是赵丽颖 本身脸型圆圆 眼睛大大的赵丽颖 自带一种天然的青春感和青春感 甚至在没有美颜之后 反而显得更加嫩了 网友纷纷感叹道 这哪里像是34岁的人呢 简直就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 赵丽颖本身的五官条件 就决定了她身上浓浓的少女感 首先是赵丽颖的脸型 非常圆润且流畅 很多娱乐圈的女明星 都是以经典的瓜子脸和尖下巴 作为标配 但是唯独赵丽颖从中脱颖而出 用一张可爱又温婉的圆脸 在娱乐圈中成为了一股清流 像是和赵丽颖一样 属于是脸型圆润的女孩子 千万不要盲目地追求 现在流行的郁解风 为了达到瓜子脸的效果 而拼命地减肥和瘦身 最终的效果 其实往往都是不佳的 因为决定脸型的 根本并不是肉 而应当是骨骼 骨骼并不是能改变它 所以与其病态地去改变自己 不如去寻找适合自己的风渴 其次是赵丽颖的五官 也是比较可爱的类型 圆眼睛使得看起来 有一种小鹿一般的灵动感 而恰到好处的眼瞼下至 又让它显得有些无辜和清纯 正如老话所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也正是这双漂亮而灵动的眼睛 给赵丽颖带来了无限的少女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